大家早上好 信上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今天我们来到历代至上 第20章 分段可以是一到三节 是一段 四到八节是一段 其实就是很短的一段的圣经 但是里面的内容 的丰富是很丰富的 也是很多地方 直到我们去警醒 和提醒我们 因为我们历代至上 是 他的背景 有以贝鲁达 以色列的人去看 历代至上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是他选了一个 对当事人很重要的事件 去记载 他并不是一个顺序 也不是一个能将 所有的事件都记下来 我们今天看这张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有些事件是没有记载的 但是又是隐隐晦晦的 在做了一次提醒 这一章的提醒 我今天早上去看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这一张圣经 其实将大卫的失败 轻轻地去涂抹了一样 不是能够看得见 但是神的应许 是很突显突出的 我想这一段的记载 是让以色列人 在贝鲁的当中 是一个鼓舞和鼓励 今天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这个鼓舞是人有失信的时候 人是有软弱的时候 人是有不能的时候 但是神的恩典和应许时钟的成就 这个是今天 我给今天这张的主题 我们今天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的圣经 人生难免会有挫败 就算我们跟从神的道路上 有时高有时低 我们有时也不能夸口 我们会不会会冷淡 或退后会跌倒 直到见主命的那一天 才会知道 我们的人生路程到底是怎么走 不过有一样也是可以 一样是可以肯定的 就是神的拥许永不落空 神的对我们的简许 不会 神也不会放弃 他的人选 就是我们值得感恩 我自己也是 信主呢 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 很兴奋 找到了真理 因为呢 我是读佛教 佛教小学 一直到高中的时候 才认识了神 之前呢 认为呢 自己呢 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 甚至呢 会有时呢 去找一些有名的 大师和他们呢 聊天 直到呢 信主的时候 我才呢 找到了 人生的答案 找到了一个呢 真真正正的 穿天造地的神 很兴奋 感恩了很多天 所以呢 刚开始信的时候呢 从来也没有想到呢 自己会远离过神 自己的信仰呢 会有倒退的一天 实际上呢 这个信仰呢 也是一直呢 在持守 一直在读大学的时候 读大学的时候呢 其实呢 也是一个小风 小高峰 因为呢 在加拿大读师的时候 为神大发热心 张牧师 也给了我机会 让我呢 组织呢 留学生的团契 其实呢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张牧师呢 跟我说 不如呢 你和我说 你在留学生 你留在留学生团契 我说可以可以 他说 我问有谁呢 他说 有谁呢 他说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简直是出钱一钉 这样呢 就开始了 开始的时候 没有人 留学生也没有 教会呢 就帮我找了两个的导师 一个呢 是做事的 给了我一些意见 来帮助我 他们是团契的顾问 团契的成员呢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 这样呢 就开始了 后来呢 这个团契呢 就是有了四十多个人 一个 每一个呢 都是我带来的 在学校里面呢 我们呢 参加华人基督徒团契 在自己的学校里面 做呢 团长 而且后来呢 又拉了 其他的人 拉到了我们的团契 最后呢 拉到了温哥华呢 二十二家的联校 成为了华人的基督教团契 为神大发乐心 有的时候呢 我也跟神说 我一毕业呢 我就服侍你 回香港呢 来读神学 但是呢 回到呢 香港呢 就开始做生意 找到了第二统筋以后呢 就忘记了神 所以呢 人真的不能夸口呢 自己可以怎么样 但是呢 你回望的时候 神的恩典 没有变 神的简选 从不后悔 今天呢 如果我们在 信仰的路上呢 再倒退 但愿呢 今天的圣经 可以呢 鼓励你的心 重新再上路 重新再站立起来 因为神的恩典 没有变 我们不能辜负呢 这位爱我们到底的上帝 我们用从这个角度呢 来看这一张圣经 我们再看 这一段落一到三点 过了一年 到立王出战的时候 约亚率领军兵 毁坏亚明人的地 围攻拉巴 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 约亚攻打拉巴 将成情妇 大卫夺了亚明人之王 所带的金冠冕 其上的金子 众一他连德 又向枪陷着宝石人 将这冠冕 带在大卫头上 大卫从城里 读了许多财外 将城里的人 拉出来 放在巨下 或铁扑下 或铁府下 过了一年 就是接着上一章的圣经 他们来攻打阿门人 阿门人呢 发重金 就请阿门人做班省 结果呢 阿门人和阿门人的 阿门人在城门里面呢 约亚人呢 就班师回朝 过了一年呢 这个仗打了一年 这些阿门人呢 就是在城里面 没有出来 所以大卫呢 就准备了一年 一年之后呢 他们决定了工程 决定了围城 决定了完成一年前 没有完成的事件 当然呢 圣经说这个是猎王出战的时候 可能还有呢 其他人呢 帮忙 来对抗大卫 但是过了一年之后呢 整件事情呢 就金飞昔比了 因为呢 他们最强的对手呢 阿门呢 已经不敢呢 再帮阿门人 因为呢 上次呢 已经被大卫打得很惨 上一章呢 我们也都说过 一万战车呢 不够打 后来呢 开始是三万战车 不够打 又搬了 一万了 又不够打 开始打的时候 阿兰自己都亡国 所以呢 亚兰人呢 经过呢 上一战以后呢 他就没有打量了 再来搬手 所以呢 阿门呢 就没有强力的援手 甚至呢 拉荣呢 比较小的国家 所以呢 这个是猎王出战的时候 这一次呢 就领兵呢 来毁换阿门人 将这一大片土地呢 来攻打 攻打到一定的地步呢 就围攻 先呢 扫平了这些地方 当然呢 阿门人呢 就躲在城里面 最后呢 就来围攻 拉巴 拉巴为什么被点名呢 因为拉巴是阿门人的首都 就是说 阿门人在了 到了一定的地步 他们呢 已经退守了首都 当然呢 另一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 大魏的军队呢 已经打到了人 他们 别人的首都 如果拉巴呢 被攻陷的话呢 阿门呢 就亡国了 就没有 他的事了 已经被人打到了首都 首都 也守不住的时候呢 就没有首都了 这个国家了 就败了 那拉巴是什么地方了 拉巴就是 今天 越旦的 大魏呢 已经来围攻 敌人的首都 但是呢 接下来呢 大魏呢 仍在耶路撒冷 大魏仍在耶路撒冷 他们已经呢 已经呢 在攻打 首都的时候 大魏呢 仍然住在呢 耶路撒冷 耶路一年后呢 这个场仗呢 在大魏的眼中呢 觉得呢 已经是不成气候了 所以呢 大魏也不必呢 亲自来出征 他就是留在呢 耶路撒冷 大飞号 大飞号 交给呢 约亚已经可以 绰绰有余的去完成 所以呢 围攻拉巴这件事上呢 大魏没有出动 他留在了耶路撒冷 留在耶路撒冷 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首先呢 可以说 大魏呢 轻敌 所以呢 他就留在了耶路撒冷 圣经很奇妙的 在历代志上呢 这一段 记载上 就是攻打 拉巴这件事上呢 轻描淡写 轻描淡写 写上了 大魏扔住在耶路撒冷 攻打拉巴的时候 就是呢 就是大魏呢 在睡觉 然后呢 在皇宫里面呢 走来走去 看见了他的侍女 余兽呢 就出事了 前方呢 在攻打拉巴 但是呢 大魏呢 在后方的睡觉 历代志上呢 没有写到这一段 但是呢 一句话就交代了 大魏仍然住在耶路撒冷 在住在耶路撒冷 又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看 撒姆尔记下的十一章 这到十二章 这两章呢 都记载了大魏呢 在这段时间在做什么 如果呢 我们如果翻到呢 撒姆尔记上呢 我们会看到 到了第二年 列王出世的时候 大魏呢 又率领呢 又率领他们 说大魏仍然住在耶路撒冷 可以看到呢 开始所记载的 和我们所读到的 历代志上的二十章 非常的接近九成呢 是相同的 大魏仍然住在耶路撒冷 但是呢 撒姆尔记十一章的第二节一天 太阳平息 大魏从床上起来 然后呢 大魏看见一个妇女呢 沐浴容貌盛美 这个呢 就出现了这个女人 在列代志上呢 没有记载呢 大魏呢 这个片段 只是呢 记载了 攻打拉巴的情况 如果熟悉圣经的人 当时贝鲁的百姓 一读到 攻打拉巴的这个时候 一见到大魏呢 仍住在耶路撒冷 就会联想到 大魏 耶穆 撒尔姆记 记载的这段历史 他呢 替大魏呢 借到杀人 这件事呢 让约亚呢 开始呢 攻打 阿门人围攻 而拉巴的时候呢 在阿巴没有 再打下来的时候呢 大魏呢 已经发现了 八十八已经怀孕了 他就写信给约亚 派 约亚派乌利亚呢 来 在战事凶猛的地方 乌利亚呢 就 乌利亚在拉巴城下被杀 这个借到杀人的计策呢 就在这个时候的成就 其实呢 大魏的犯罪呢 在历代智商二十章呢 这个时期呢 其实大魏犯罪 借到杀人 杀了乌利亚之后 这个拉巴城呢 才被攻下 但是呢 中间呢 就插进 大魏 跌倒和放罪的片段 但是今天的 这张圣经 一个字都没有提 我们看今天的圣经 第一节 大魏仍然住在耶路撒冷 大魏 约亚攻打拉巴 将成亲父 从这个 仍住耶路撒冷 跳到拉巴 成被称 亲父这场仗打完了 但是这段时间呢 已经包含了 这个大魏和 别士巴的犯罪 还有来责备大魏 大魏的痛 痛悔 所有的都在 这一节里面呢 已经发生了 第二节 大魏夺了 亚门人之王 所带的金冠棉 其实 其上的金子 众一他连得 又牵着宝石 人将借冠棉 带在大魏头上 大魏将从城里 夺了许多财物 将城里的人拉出来 所以呢 这一跳呢 就跳到了 这场仗的得胜 这场仗得胜以后呢 大魏呢 就 就拿走了 觉得很奇怪 前面呢 是大魏呢 在耶路撒冷 那现在又夺了 大魏 带的金冠棉 但是大魏 是不是有没有出现呢 我们呢 回到呢 萨摩尔记 就可以引导 大魏呢 软弱了 大魏跌倒了 借刀杀人 杀了乌利亚 所以这个时候呢 约亚呢 开始 起来呢 掌控了大魏 最后呢 是约亚呢 是逼大魏呢 来见他的官兵 他的军兵 因为他的军兵呢 为他的万命拟 却呢 躲在了王宫里面 完全不像一个王 所以呢 抛下了狠狠的横话 说你如果今天不见了 你的将士 你明天的你的王位了 就没有了 抛下这些话之后呢 大魏就无奈的去 去见他的军兵 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将这个冠冕呢 放在他的头上 这个才是整个历史 原整的图画 但是呢 今天这张圣经呢 却将 却将这个部分呢 是收买了 收了起来 说他在耶路撒冷呢 就算了 这场仗呢 得胜之后呢 我们呢 可以见到有个地方呢 人们将阿门人所带的金光敏呢 放在大魏的头上 阿门人之王 是什么呢 他指的呢 不是一个人 阿门人之王呢 是他们所拜的偶像 就是米洛公 原来呢 这个金光敏呢 原来是带在偶像的头上 刚才呢 山姐姐说 这个金呢 这个头上的金呢 是一他连德 一他连德呢 用今天的度量衡来算的是 34公斤 34公斤 就是70多磅 接近80磅 再多一点呢 就80磅 你想象一下 如果将80磅的哑铃 放在你的头上 其实呢 其实呢 是一个小朋友的一个重量 放在你头顶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很重呢 你都觉得呢 脖子都抬不起来了 当然呢 如果呢 我们看这段的文字呢 英文的翻译呢 有一些呢 不一样 英文翻译呢 不是能够看得出 是将金放在头上 还是将宝石放在他为一的头上 其实呢 原文呢 也是这种情况 可以理解呢 是将整个的冠冕 放在大卫的头上 也可以理解呢 理解呢 是将冠冕的宝石 放在大卫头上 不管怎么样 这个描述的重点呢 本来 这个冠冕呢 是偶像的头上 现在这个冠冕呢 是属于大卫 人就将这个冠冕呢 放在了大卫的头上 但是讽刺的是什么呢 讽刺的就是 那边香 虽然呢 历代之商呢 将这个部分呢 隐晦了 那边香就是大卫呢 软弱跌倒的时候 在软弱和跌倒的时候 神仍然呢 将这个偶像的身上的荣耀呢 夺过来 归给了大卫 大卫呢 应许大卫的事情 就是胜过仇敌 这句话仍然呢 成就在大卫的身上 重视大卫 软弱跌倒 人是失信的 但是呢 神是可信的 甚至呢 你在这个地方呢 被录的百姓的历史 被录的百姓 回看这个历史 竟然呢 大卫人生最大的污点 没有写出来 这又代表什么呢 圣经呢 都是神所默示的 为什么神不写这一段呢 将这一段抽起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历代至上所看的大卫呢 隐晦的部分呢 就是说大卫的人生 没有过失 大卫的人生 没有什么污点 都有 唯一的 小污点 明天呢 会出现 最大的污点呢 竟然呢 没有呢 没有写出来 其实呢 神都告诉我们 当我们认罪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神涂抹 神涂抹到什么 一个地步呢 好像呢 不记得这件事了 这个是认罪的 可贵 当我们从软弱中 从在跌倒的时候 来到神的面前 神的恩典 始终够用 这给我们一个图画 神一赦免 他赦免到一定的地步呢 完全不记得了 好像呢 这件事没有发生一样 所以当我们真心的去回答 心灵痛悔 去认罪的时候 或会 过去 过后我们心里面 还有一些 内疚指责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说神 真的对不起 我曾经呢 做了什么什么什么 你会惊讶的发现 神会告诉你 你说什么呢 不是啊 神 我曾经呢 做了什么什么 神告诉你 没有啊 我不记得了 有没有这件事呢 没有关系 我们从头再来 这就是我们的神 所以当被掳的百姓 今天呢 看这张圣经 其实 他都会看到同一件事情 没有错 我们是犯罪 我们是软弱 我们离弃了神 我们很错 错得像大卫一样 在灵里面 引乱借刀杀人 离弃神 到了一定的地步 甚至自己的国家 王国 被掳 今天在外邦当中 落到这样的境地 其实 被掳的百姓 很容易在自责里面 我知道 是我自己 我哪有面子来见神呢 我们在软弱当中的时候 可能呢 都会经历了 同样的心态和挣扎 认罪 自己知道不好 但是呢 仇敌呢 都在我们 心里面不停地来控诉 控诉到呢 我觉得自己呢 不想 不配去 认 服侍神 这是呢 仇敌要做的工作 但是呢 这张圣经告诉我们 大卫呢 虽然在 软弱过犯 低倒当中 但是神呢 没有离弃他 神给他的应许 仍然是算数的 甚至在他的犯罪 认罪过后 神仍然呢 让他得胜 神仍然呢 使用他 神的应许 没有呢 因为这样而收回 神选了大卫 也没有因为 这样呢 而后悔 可以呢 所以呢 可以看到呢 后面呢 大卫呢 从城里面 拿走了很多的财物 这份的荣耀呢 仍然呢 在他的身上 其实呢 不对等的 在耶路撒冷 犯了这么大的罪 神还把这些财物 交给他的身上 应该呢 夺走他所有的荣耀呢 按照人的公义的判断 就是呢 重重的来惩罚他 这是 这种 还将冠冕 带在他们的头上 将财物 交给他的仇上 应该反而会差不多 这是人的看法 但是神却 不是这样来做 大卫呢 将城里 城里的人呢 拉出来 放在那铁把下 有的翻译的版本呢 会说呢 会有另一个方形 用打凉的铁器 铁斧 做工 这个翻译呢 是比较可取的 不是将他们放在 放在脚下 铁板下来屠杀他们 大卫没有屠成 大卫也没有杀了 这些阿门人 而是将他们放在 器具下面的时候 让他们来做工 就是阿门人呢 成为以色列人的帮工 帮他们做一些出纵的工 建造大卫城 可能呢 后来呢 建造圣殿的时候 他们都有出来 但是这些阿门人都很特别 如果呢 我们看 萨摩尔记 十七章的二七节 后来呢 萨隆叛变 后来呢 大卫呢 就躲避阿萨隆 来屠王的时候 阿门人出来 帮助大卫 还为他呢 送上了饼 水 葡萄饼 跟从 补充的 跟从他人的体力 原来呢 大卫 把他们放在呢 脚下 铁斧下 不是呢 所有呢 阿门人呢 对大卫呢 憎恨 甚至呢 有些呢 阿门人呢 对大卫呢 心存呢 感心到了 大卫落诞的时候呢 他们来帮助他 支持他 躲避的阿萨隆 大卫呢 同他的侍卫呢 和各城的居民呢 都是如此 整个呢 阿门人 大卫呢 都是用同样的人来处理 让他们呢 成为以色列人的帮工 之后呢 大卫呢 和众军 回到耶路撒冷 这一章的圣经 因为呢 隐晦下来 所以我们见不到 这个时候呢 大卫呢 已经呢 头答答的 这个时候呢 大卫呢 是人生中的一个低潮 他从来没有试过呢 他原来就像一个斗败的攻击一样呢 没有 以前的那种 光芒四射的感觉 但是 大卫是不是因为这样就完全的失败呢 我们来看今天第二段的圣经 我们从这一段呢 可以明白呢 这段是 将他们放在 一起呢 来 来呈现的 后来 以耶路撒冷在基斯 与菲利士人打仗 护杀人 西比盖 筛了瓦人的一个儿子 C派 菲利士人就被制服了 又与菲利士人打仗 雅尔的儿子 伊利哈南 杀了加特人 哥利亚的兄弟 拉哈米 这人的枪杆 粗如织布的基轴 又在加特打仗 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 手指都是六指 共有二十四个指头 他也是伟人的儿子 这人向耶路撒冷骂战 大卫的哥哥 士米亚的儿子 约纳丹就杀了他 这三个人是 加特伟人的儿子 都是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成功围困了 这个拉巴 加安门人的势力 完全地摧毁 安门人成为了 以色列人的帮工 后来第四节 胜过安门人的这场战争 拉巴成胜之后 后来又发生的事情 这个后来又发生的事情 当然在这个时候 拉巴都被他们围攻 打了下来 又发生了巨人之战 圣经就在这个时候 记载了下来 围攻拉巴 已经是耶路撒冷的 那边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大卫的软弱悔改等等 突然间又记载了巨人之战 而且历代志有一样事情比较特别 他没有记载阿萨龙的叛变 所以大卫的跌倒没有记载 阿萨龙的判断没有记载 这两笔是大卫一生人最失败最低潮最不堪的历史 完全被涂抹了 完全被涂抹了 反而画面的一转 这个时候一个垂头丧气 像一个斗败攻击一样的大卫呢 但是 列代志上 却是呢 一个 另外一个图画 这么不堪的时期 软弱过后的时期 仍然呢 有连连的得胜 所以呢 记载补充了 这三场的战役 这三场战役都是针对呢 巨人 后来呢 这一切事情发生之后 以色列人呢 和弗利人打仗 护杀人西比 干闪了伟人的一个儿子 菲利人就被制服 菲利人呢 可能有一些惨党 这些惨党 勾打呢 来挑战大卫 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他看见了大卫呢 没有呢 心机 大卫已经失去了 以前的光彩 对他们来说呢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另一个原因呢 是他们呢 因为呢 有一个巨人 有一个很厉害的战士 所以 这个呢 是一个巨人 但是呢 没想到呢 这个巨人呢 却被呢 大卫的仆人 西比盖呢 杀了 所以 菲利人士人呢 再一次人 被制服 他们所倚仗的这个巨人呢 倒下 所以呢 他们就失败 又归于平静 第五节呢 说又与菲利人打仗 菲利人士人没有放弃 再一次和以色列人交仗 这次呢 这次呢 派出的是加大人 哥利亚的兄弟呢 叫拉哈米 这个哥利亚呢 就是大卫年轻时 战场所杀的 他还有一个弟弟 叫做拉哈米 这个 他的枪呢 好像呢 织布的鸡这么粗 当年呢 哥利亚呢 向以色列人 骂阵的时候 以色列全尊呢 都脚软了 没有人呢 可以呢 跟他迎战 最后呢 是大卫呢 出来 这回呢 哥利亚的弟弟呢 又出来了 身材呢 跟哥利亚呢 差不多 收里面 拿着枪呢 像织布的鸡这么粗 让人呢 闻声丧胆 不过这个人出来的时候呢 就被呢 亚以的儿子 伊里哈杀了 所以这个巨人呢 也都死在了 以色列人的手上 然后呢 又在加特打仗 加特这个地方呢 是专出巨人的 这里面呢 有一个呢 身量高大 手脚都有 六指 一共呢 是24个指头 为什么要记载 他的手指头和脚指头呢 然后呢 数了是24只呢 原因呢 就是 这是一个 非比寻常的人 你一见到他呢 你就知道呢 他不是一个常人 首先呢 他很高大 而且呢 平均呢 每个手都有 六个手指 六个脚指 24个指头 所以你一看见 这个人的时候 你就觉得 他不是一般的人 这样的记载呢 来凸显呢 他是伟人的儿子 儿子 甚至呢 不是人的主族 所以才有这样的威力 不但呢 是人身材高大 而且呢 知道他不是寻常人 这个人呢 向以色列人来骂战 大卫的哥哥 是米亚的儿子 约亚丹呢 约亚丹就杀了他 这三个人都是 伟人的意思呢 就是巨人 这三个人都是 加米特人的宰 的儿子 都死在了 大卫和仆人的手下 刚刚我们看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读到 这三个 杀这三个巨人呢 都是有名有姓的 但杀这个人呢 没有一个人是大卫 但是这个战功 算在了大卫的身上 圣经说 说这三个人 是加特伟人的儿子 都死在大卫 和他仆人的手下 都把大卫呢 放了进去 但是在前面描写的时候呢 是大卫的三个勇士 将这三个巨人呢 杀了 但是呢 神都将这笔杖呢 记在了大卫的头上 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呢 如果你是大卫 你看到今天的这张圣经 你心里面会是 怎样一个状况 神将我们的软弱 隐藏 神将荣耀加添给我们 即使呢 在我们软弱跌倒之后 神将这个荣耀加在大卫的身上 将冠冕安放在他的手上 神更要将他得胜 得胜 再得胜的时候 胜过 胜过 人都怕的巨人 连续三个巨人 连续三场得胜 得胜 得胜 再得胜 神用这些事情来鼓励大卫 不要紧 重新爬起来 再来 神的国不会因为这样会受到亏损 虽然你有软弱 有退后 虽然失败 但是没有关系 但是神不会失败 你仍然住在耶路撒冷犯罪 跌倒 无力的时候 但是神的国仍然前进 神该得的荣耀 神国该有的荣耀仍然出现 你在软弱 没有 打不了仗的时候 这三场胜利 都在你的名下 但是这三场胜利 是不是大卫打的呢 刚才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三场胜利 都不是大卫打的 是谁呢 当然 三个人的名 都详细记录在里面 但是呢 得胜的过程呢 又没有记载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这三个巨人的得胜 都是神迹 这三个人 记载这三个巨人的人呢 在大卫的勇士榜里面 都没有 如果你说 杀了二十四手指头 二十四个脚指头的 这个人的名字 是大卫军长的统领 又不一样 又不是他 那杀三个巨人的 人呢 不是很出名 但是呢 他们又可以胜过巨人 为什么呢 其实呢 是神出手 其实呢 神要定义 建立大卫的王朝 即使有巨人 神都会帮他摆平 神可以使用任何人 来摆平巨人 这三个名不见 君战的巨人 可以胜过呢 三个这么厉害的巨人 带来呢 大卫王朝的骨骨与得胜 神将这一笔 算在大卫的头上 所以神在这个时候 告诉大卫 没有关系 你认罪悔改 重新再来 神的应许 是算数的 神和大卫之间的 约定是守约的 虽然人有 有失败的时候 神不会失败 神仍然会兴起帮助大卫 甚至出手摆平这些巨人 来建立大卫 告诉大卫呢 神的同在和大卫同在 今天我们的属灵光景 也要紧紧地捉住神 要知道 神对我们的应许 永不落空 永不改变 其实很艰难 其实我们前面面对的 甚至是没有信心 打得巨人也好 只要我们抓住神 神仍然是会以恩典在你 得胜 加在你的身上 他始终与大卫同在 他始终顾念守 他约的人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捉住神 不需要呢 惧怕呢 这些巨人 大卫已经没有力量 打这些巨人 但是他下面的人 可以为他来成就 神的恩典在这里面 神要亲自来重建 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知道 神没有放弃我们 这个呢 是这张圣经最宝贵的地方 所以呢 这张圣经虽然很隐晦的 说 大卫将 耶路撒冷的所有的事情呢 都隐晦了 正是这一个描写呢 鼓励呢 贝鲁当中的以色列人 除心的归回 捉住呢 神给我们的应许 虽然大卫跌倒 神都不计较 而且呢 为他呢 建造一个盛世的王朝 今天呢 虽然我们失败了 亡国了 贝鲁了 但是我们仍然呢 重建呢 圣殿重建耶路撒冷 重建呢 神和耶路撒冷呢 辉煌的时刻 今天在我们的职场里面 我们的职场里面 我们面对多大的巨人都好 曾经我们的信心也软弱退后 但是今天呢 我们在 今天的这张圣经里面 我们要抓住这个信心 神的应许 永远的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要 起来成为神国当中的勇士 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在前面的道路上 坚稳不倒退 继续向前 就算是前面有 巨人就是 即使我们的力量不过 但是神会帮助我们 生活一切艰难 Amen 请不吝点赞 祝你大慧 不吝点赞 像我人生的样子 我都成天不吝点赞 大慧有神 祝你叫我们 和我们一起去 Amen 耶和华是我的主 彼不自动摇 用耶和华的帮助 太阳去水了 耶和华是我不责 彼不自缺乏 用耶和华做我 尽弃圈的身 耶和华是我 是为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有时叫我 抬起头的一生 耶和华是我的主 造成我们的欢呼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盾 是我的帮助 耶和华是我的主 彼不自动摇 有耶和华的帮助 还要去水了 耶和华是我不责 彼不自缺乏 用耶和华做我 尽弃圈的身 耶和华是我 是为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有时叫我 抬起头的一生 耶和华是我的主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本 是我的帮助 祝你来 耶和华是我的主 耶和华是我的主 彼不自动摇 用耶和华的帮助 爱要去水了 耶和华是我 不责 彼不自缺乏 用耶和华做我 积极 彼全天的身 耶和华是我 是为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有时叫我 抬起头的身 耶和华是我的 祝你来 是我的盾牌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帮 是我的帮助 耶和华是我 是为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有时叫我 抬起头的一生 耶和华是我的 四位 看一看 看一看你身边的 信不信 什么 不要紧要的 我们继续努力 在神里面 相信 我们只要依靠 紧透的时候 神不性 对人的恩 都会留给我们 纵然这一刻 真的我们可能变对 或者连在很多困难 问题的当中 把我们仰博他 战声巨人的恩高 我很喜欢这首歌 不知道在哪里爆出来 现在按YouTube 他这首歌 真的我觉得太好了 好到可以 没事 一起来都可以 唱吧 感谢主持人 让我们一起领受这个恩高 让我们一起单单的仰望神 在这里面 知道我们是得胜 得胜 而且在得胜 Amen 面对生命的困境 心中充满 昂黄与恐惧 重重难关 围绕着你 好想巨人 在你面前 你要坚定 你相信 神的兵需 以为你预备 只要祷告 不要去怕 去目仰望的圣地圣 那战胜居 那战胜居 人的恩高 已经从天上降下来 要做出生意去 勇敢面对 一生与你同在 那战胜居 人的恩高 已经在前 为你排骨 你要钢枪 重灯 你星星上前行 沈黄与恐惧 心中充满 彷徨与恐惧 重重难关 围绕着你 好想巨人 在你面前 你要坚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无论你所面对生命中的巨人有多么的巨大 你要确信神在你身上是有个得胜的计划 祂仍然与你同在 祂的手正在前面为你来开路 所以不要灰心也不要失望 因为只要有神就有命天 只要有神就有无穷的机会 你要坚持信靠神的应许 祂就要率领你赞生生命中一切的巨人 那转身居然比很高 已经从天上降下来 要抓住神也许 勇敢验对一生与你无分 那转身居然比很高 已经在前面为你开路 你要抗强撞灯 并行星居然比很高 你要抗强撞灯 并行星居然前进 你的应许永不改变 神虽然我们有软弱的时候 但是你永远与我们同在 你带领我们得胜又得胜 今天早上我们就起来感恩 为着神怎么样带领我们 一个一个的得胜 在我们无力的时候 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一个 我们就来献上我们的赞美 为着神怎么样带领我们 度过一个一个的难关 我们向神献上感恩 天父爸爸我们赞美你 虽然我们有失心有软弱 我们生命有高有低 但是你的应许永不改变 你的拣选永不后悔 谢谢你 你不离不弃的爱 谢谢你带领我们 从一个一个的软弱当中 爬起来 谢谢你 让我们有心心往前行 面对一个一个的困难 我们赞美你 感谢你 历代之上二十章第一节 过了一年 到猎王出战的时候 月牙率领军兵毁坏 亚门人的地 围攻喇叭 到位人住在耶路撒冷 到位人住在耶路撒冷 我们今天会不会仍然 像好像大卫一样 在我们的软弱里面 神怎么样拯救我们起来 但是我们却在打仗的时候 在为神得地为业得战得地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仍然住在耶路撒冷 还是我们在我们的软弱里面 今天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神是永不改变的神 神的节省永远都不后悔 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困难 我们的软弱 可能在我们的软弱中走不出来 但是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 他的音许永不落空 或者现在我们是没有办法 好像大卫还在经营的里面 在犯罪的里面 接到杀人杀了乌利亚 像这样的光景当中 但应着他的音许 他涂抹我们的罪 如果我们今天还像大卫一样 在情语当中 在罪的里面 在一些隐蔽里面 在一些捆绑的当中 在情语的捆绑当中 在游戏的捆绑当中 在我们的情绪走不出来的当中 在压制当中 我们都把我们所有的人 交托给神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脱离这些仇敌 对我们的压制 我们都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帮助我们可以走出这些艰难 神是信实的神 但我们愿意 在神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 神必赦免若闻 好像在一章的当中 神怎么样涂抹大卫所犯的一些罪 这一章就完全的记载 这一章完全没有记载 大卫怎么样犯罪 甚至是亚莎隆的判变 都没有记载 只把他得胜的部分记载在这一章里面 好不好 今天 如果我们仍然还在罪中 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 如果今天我们仍然在罪的里面 我们可能我们已经认罪了 但是我们可能觉得很内疚 我们放不下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 你觉得我不配成为神的儿女 也不配服侍神 你觉得今天我所得的我觉得都不配 那我们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有一些罪是隐藏的 我们就求神的光来光照我们 帮助我们 求神来圣灭我们的罪 也求神来光照我们 显而未见的罪 如果里面有内疚的眼方在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开神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 儿子 是 祝耶穌們感謝讚美妳 天父爸爸我向妳承認 我常常會陷入刷短飾品的時間 我會一直這樣看一直看 就會放空在那邊覺得是放鬆 覺得刷短飾品就覺得可以不用面對問題 特別是一些我覺得自己都沒辦法面對的 我就一直在刷那些短飾品 其實我是逃避我的問題 祝阿求妳來幫助我們 有些弟兄姐妹可能陷入在情慾的裡面 我們就沒辦法 沒有辦法靠自己走出來 祝阿我們也有很多的 有一些人是在被遊戲的捆綁當中 沒有辦法靠自己可以走出來 甚至是我們的情緒 一直被負面的情緒來掌控 祝阿你聖耶穌我們幫助我們 求神祢幫助我們 能夠抓住神的允許 不用被一些 让我们可以紧紧的靠着你 就像现在我们的主 从主提示 先神后人在大地 以你的国 将神国摆在前面 神啊你必为我们开路 主啊这样一切的困难 所有的都叫在你的手中 相信你必为我们征战 我们感谢你在美 垂听我们的祷告 封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当我们今天来看 历代之上的二十章的时候 看到大卫的经历 纵然当中 大卫的军兵要来出战了 大卫仍然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神的月仍然有效 神的那一份的恩典慈爱 把一份冠冕要架在大卫的身上 神的约 让大卫的军连连得胜 甚至接续下去第四节 有三场跟巨人的战争仍然让大卫的军队都可以得胜 是的这些的巨人 在当天跟费力士人这些的巨人征战的时候 好像牧师所跟我们分享一样 其实是很难的 对着大卫的军兵 其实是不可能胜过的战 但是因着神的月仍然有效 神的月仍然是在大卫建立的国有效的时候 这些的巨人也因着神的月也打败了 同样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也会面对我们面前好像是很多的巨人 可能这些的巨人 可能是我们经济上面的艰难 也有可能是我们疾病的巨人 我们健康的巨人 又或者 可能是我们跟孩子相处的关系 一些的沟通 可能也成为我们的巨人 好不好弟兄姐妹 我们这一刻就安静在神的面前 把这一些生命的巨人 我们就祷告交给我们的神 神特别 在这一章的里面 提醒 祂的月仍然有效 可能过往 我们也会有一份的不幸 我们也不相信 可以靠着神得胜 得胜我们心里面的巨人 但是今天神透过历代之上 二十章再次来提醒我们 这一场 一场又一场的战争 神说只要我们紧紧的抓住他 神的恩典 神的应许 就不落空 好不好 我们现在就把我们这一刻 我们眼前巨大的艰难 巨大的困境 我们就用祷告来交给我们的神 我们跟我们的天父爸爸来说 爸爸我真的觉得很艰难 爸爸我觉得在经济上面 我觉得很不足够 又或者 我们面对现在香港整个的大环境 甚至我会害怕我自己的工作 也会受影响 这个就成为我们生命里面 那个人的巨人 好吧 我们现在就开身同心 祷告 就把我们心中的巨人 教给我们的神 谢谢主 我们来到祢的跟前 当我们将我们生命里面 或者是眼前这一刻 我们面对的巨人 一个又一个 扯平在祢的面前 可能我们会担心我们的工作 又或者我们会担忧我们的经济 我们好像经常都觉得不够 又或者 我们陷入在一个健康 疾病 的缠绕里面 主 我们都要 把这一些 在我们眼前 看为是巨人的艰难 交给祢 我们要亲自的成名 在祢的面前的时候 主 祢今天就透过 历代之上的二十章 告诉我们 神啊 祢当天如何带下神迹 让大卫的军兵胜过一个一个的巨人之战 今天同样 祢同样要把这一份的得胜 给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 主啊 祢仍然 是一个 是慈爱 守约的神 祢把这个得胜的信心 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无论我们面对是 怎么样的困难 困局 主啊 祢让我们都看见 没有一个的艰难 是大过于祢 祢是掌头的神 我们把一切我们所担忧的 我们都交给祢 主啊 祢让我们 可以抹去一切眼前 我们不让这一切的困境 困住我们的眼睛 主啊 祢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灵里面看见 主啊 祢当天 如何让大卫的军兵得胜 主啊 今天我们同样也有可以有这一份的得胜 主我们要起来成为神国的勇士 我们要战胜一个又一个的艰难 主啊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听我们的祷告 封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Amen 好吧 我们最后 我们也为着 我们的暑期活动来祷告 当我们要去规划 每一个的暑期活动的时候 其实同工们也会觉得 哇 很难哦 我们也会觉得 好 我只有九个同工 但是我们要做那么多的暑期活动 我们是不是要多一点的手指脚指才能做呢 其实不是的 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做 我们是靠着神 靠着神给我们的那一份 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从神而来的体力 我们就可以完成 一年串的暑期活动 好吧 我们就一起举手来祷告 我们为着我们 接下来一个又一个的暑期活动来祷告 主啊我们把一个又一个的暑期活动 放在你的手中 主啊我们把我们的篮球训练班 把我们的艺术家 还有我们广州的青纸游 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 主啊求你自下合一在我们的当中 愿我们每一个活动 我们每一个同工 都有很好的体力 来应付每一个活动 纵然我们看见 我们知道是不容易的 因为时间人手 我们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手中 就变成无限 我们知道这个是神 你的心意 愿你的自由 愿你的创意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当我们每一个 主啊你保守每一个艺术家的每个导师 我们知道这个是你的心意 你都要成就 让每一个的暑期活动都要顺利的来运来进行 我们知道这个是你为我们预备的每一个活动 就让我们在这个暑假的里面 每一个来参与的都可以经历神 你的那份的丰盛 你的丰富 让每一个家庭 让每个年轻人 每个参加者都可以经历神 你的那份美好 主我们感谢赞美 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Amen 历代至上 二十章 第一节 第八节 过了一年 到猎王出战的时候 约要率领军兵 毁坏亚门人的地 围攻拉巴 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 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 这三个人 施加特为人的儿子 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虽然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 但神却没有忘记他 使他得胜 让巨人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主要你帮助我们 即使在我们心心软弱的时候 即使在我们倒退的时候 主求你的手 继续的来帮助我们 不要放过 不要放弃 你所拣选的每一个 如同你帮助到位一样 并且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即使我们在软弱当中 我们面对着是一个又一个的巨人 一个可能比一个凶猛 一个比一个厉害 身子有24个指头 但是神 你却是我们的帮助 你是我们的盾牌 是我们的山寨 是我们得胜的根源 主要你帮助我们 即使在我们软弱当中 仍然叫我们得胜 并且可以起来重新 投入你的怀中 成为你手中的器皿 成就你在地上的心意 就你帮助我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成道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